他就说福门就说个人的因缘 个人自己福报自己去背去 我不能那个我不能跟你斗 反正你做了坏的事情我就看他 你自有报应 到时候哎对 自担应果 就是这个应跟果你自己去负担 所以我们提的是 鲁士道三教和合 他和情是包容的思想 那您觉得就是说 这个地方的人 是不是确实有这个和合文化影响的 这个痕迹 现在这个地方吧 他对于这个社会上的一些事情啊 他有一种比较特特的一种想法 非常会那个后退一步 哦 很提倡后退一步很过敌 后退 对 怪不得 我常常后退一步两步 原来就是有血缘 我一直以为自己懦弱不够争夺 现在看来有什么 你是营收和合文化的影响 我们这里离我们这儿不远 有一个叫做是宁海县 宁海县呢 它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土地是我们天台的 划给它的 你这退一步可退得蛮厉害的 三分之一都没了 旁边整个那个仙巨蟹 全线都是我们的 人都让就去了 你们也太谦和了 就在那个宁海县有一个和尚 叫做布袋和尚 他写了一首诗 在禅诗里头啊 那是全国有名了 我们徐老师真是座有名啊 而且他确实是插秧能手 我们刚才看见最有名的 就是说那个若有人什么骂我 那我什么忍他让他静他 我把它做成手机壳天天捏一下 对然后那个什么忍他 我刚才给徐老师提了个问题 我说这个和那个西方人说的那个 你打我的左脸 我把我的右脸也伸给他 有不同吗 不同 不同在哪里 那个甘地这种 就是把右脸也伸过去的 他放弃跟这个对方的一个 作战对抗状态 我不跟你对抗 你再打我 那是你的可怜 耶稣的精神 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他那条呢 你看前面几句啊 好像在忍让 但是后面就有骨头了 我过些年看着他 看他怎么样 这里至少包含了一层是 多行不义必自弊 还有一个什么 我总觉得他不完全是 让掉 他还是一种对抗姿态 我觉得是换一种方式去抵抗 对 只是不是表面上 唯一多的那种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刚才我们本家说的这个 其实是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不可忽略的 就是和和他有一些条件 不是说史瑞变变就这么和和了 天在这个地方 他有一个很大特点 什么呢 就是圆融 圆融 我可以包容你的确点 因为我看看你身上确定 我身上有没有 我有 我的感调 我会自我检讨 这是也是跟儒家的那个 尖贤思习这种观点一样的 但是呢 他有一点什么呢 他就说 佛门就说 个人的因缘 个人自己 佛报自己去背去 对 我不能那个 我不能跟你斗 反正你做了坏的事情 我就看他 你自有报应 到时候 哎对 自担因果 就是这个因跟果 你自己去负担 教书教了18年 我就看到很多的这样的例子 就说 别 不要去路 花熟地落 水到渠成 他自己做的事情 到时候他自己 收他 到时候 说起来感觉不太一样 还有别人不说 为什么你出来 对呀 古代汉宇里的那个 大黑第一篇 选的那个文章 就是那个 左传里头的 正伯可待于也 他弟弟 一而在战尔山的犯粗 一而在战尔山暴露他的野心 他就不动手 还不到时候 好多大程度来说 大王这样不行了 这样下去有很问题了 别着急 多行不易必自并 等到最后 他要起 起了造反的 时间都定了 他老妈替他开门 都已经定了 好 可以了 这个就说明了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但这有的时候 会不会成为一种 这个懦弱的人 老实人的自我安慰呢 也有可能 他不仅会作为一种 自我安慰 而且他会产生一种 群体的一种坏的效果 因为大家都不可能 没有人想当出头鸟 那我那个时候 其实我最早的时候 我是按捺不住的 家伙很 最早是什么年纪的年纪 大概十年前吧 十年前 这个什么叫 说五分钟之前 在那里又说 这个是很傻瓜的主义 现在领导一说 你就口气就变了 我当时就很想表态 但我把自己杀住了 和和文化 这个是什么 天台人用了三个动词 这里用三个动词来说 它这个名称 胡拉他 等一下上来的三个 都是名称 北方胡拉是软的 实际上是什么呢 三冬煎饼的变化 真是历史上难度 就是三冬煎饼 我们三冬煎饼 对 就是三冬煎饼 是配一根大葱 对啊 到了我们这里 就因为大葱不是山东那种大葱了 所以它就配不上 这里头摊的什么呢 鸡蛋小葱 像在这个天台山 吃到了这个北方的 北方的风味 起了一个南方的名字 胡是动词 拉也是动词 他也是动词 表明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东西的制作过程当中 他的手在那里做 就是三个动作 胡拉他三个动作 来来来来 祝贺徐老师 一锦还腔 你们祝贺过了吗 平平祝贺 敬三次 这家伙 您是离家五十年了吧 半个世纪 饺子 也是饺子的一个变化 我们这里叫扁食 扁食 对 但是跟饺子的口感不一样 但台湾扁食是那个 馄饨 我们叫小的叫 宾夕 跟福建人的 那我亲切了 来来来来 底下那个层是烤这个 去煎这个的时候 加在放的那个鸡蛋 它等于是把这个 鸟子煎在鸡蛋上 它不纯粹是饺子 对对 我看到了古代 我们的北方人 来到了天胎 我们的饺子 到今天天胎 就底下出现了一层煎鸡蛋 奇怪 我们家也这么做 那它煲的料 有什么讲究吗 有讲究 这里头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这个东西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家里贫富 看不出来 穷人有穷人包在里面的东西 富人有富人包在里面的东西 别人看不出来 表面看起来一样的 这就是天胎的和和 哦 和和 对啊 这就和和吗 饮食上的和和 这个就是写不出贫富 对 也可以说它是中国人爱面子 照顾大家的面子 对对对对 外面的皮一包 里面都看不出来 对不对 你放猪肉也行 放萝卜也行 对 放玉米面也行 所以你看到吗 和和呀 实际上特别需要共情 对 需要你是一个敏感的人 你要会带入别人的处境 对吧 为别人着急 所以不是光口头说和和 我觉得和和 需要很高的情商 也需要善良 对 有爱心 对 你能不能想 有时候你一句话说出去 你没想到人家不是你 可能受伤了 对啊 这个叫什么 也是 就是刚才回来 这个有两个 至少有两个 大家吃两块 我以为只有去陕西 他们给我上一桌的菜 我说好家伙 全是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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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在天台也都是这 这个谈的是土豆丝 这个是不同的蟹 蟹不同的 对 对 太横了吧 我特别爱吃面食和主食的人 那今天晚上确实是 这个我们这里叫麦 这个麦饼是甜的 哦 是甜的 用海苔做的 我一看就知道 芝麻海苔 对 它是个甜品 咱们跟徐老师老乡在一起 就跟我们自己的家人一样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让你们面点轰炸 对对 先垫住 然后喝酒 就和回家吃饭一样 很对我 我也肯 因为我都非常饿 对对对 是不是明天他们炒俩菜啊 对对 多少来点菜 你们已经吃饱了 感觉下个人该上馒头了 不是 第二盘出来的时候 下然后把上面条 面条 是甜点 是甜点 我其实这种人 没心没肺这一代 可是我想我父亲 他肯定的 而且你知道 他一直再三的重复 因为他当初过季给那个姨父嘛 他改成范姓 所以呢 当初的条件谈好 后代还用许姓 所以我们都姓许 所以你想他之所以这样坚持 就是说他还是中国人 还是对老家的这个姓啊 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 后来就站在那里 设想 我是我爸 对祖宗啃个头 对不对 跟祖宗这个说一声 然后韦杰就不想了 他不行 不是因为我 我觉得我也有那个投射作用 因为我知道我外公他其实是 很想回来看看 但是他因为腿脚不好嘛 然后又远 又在小村庄 又没有办法回来 然后我就 我就印象很深 就是他会有那个 很老的照片 就是他跟他哥哥的那个照片 特别是他 就是晚期 就快要往生的那段时间 就是他又有时候是 回想他过去 我记得我小时候 他就跟我说 以前我们家梨子有多好吃啊 所以我当时看 就是看到那个磁场 我心里想说 就真的是很遗憾 因为可能一定有很大一倍的 特别是在台湾的很多当年到的台湾的老兵 他可能无论经济原因 或是各式各样的原因 他没有办法回去 如果有一天他真的能够重新回到 他的那个感动一定是更加倍的 当初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不要再说我 又要哭 我今天装话还挺 真的真的 我能理解 我第一次去那个台北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老大爷坐我旁边 马上说 我是山东的 就我也我也山东了 我就跟我一路讲山东 怎么怎么怎么着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在我在那个台湾的那个电视上 看见一个播音员 一个退了休的台湾的那个电台的女播音员 我还以为台湾的那个播音呢 跟那个就是咱们平常听到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电影里的那个 国君今日 对吧 不是 我跟你说 不是 那个播音员是更早以前的播音员 很老了 我一听他说话 跟咱们那个中央台的播音员一个强调 小熊 我刚刚开始 播音的时候 我还有上正音班 只是我没学好而已的 又有汤 馄饨 好 太棒了 哎呀 我们今天 给你来一个水宝 每个人都跟我跑5K 好不好 跟我跑5K 超小 我拍三个水 明天跑过 你这种淀粉吃吧 不想要吗 面包 包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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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面包 对对对 再再给你来一个水宝 小心 小心 回来家的温暖 所以你们是什么时候吃早餐吃吗 我们把明天早餐都吃 我们请开用最朴素 最绑齐清的东西给你们吃 我们开玩笑 我们是觉得好吃 我是觉得非常有意义 我就说到台州一定要吃本地的小吃 所以人家才这样 台州菜现在在上海可火的 超火的 可是晚上我们等一下 工作自于等吃夜宵了 我们爱白去乎很鲜 菜酒是很鲜 行不行 有 不要不要不要 我们也打倒了 打倒了 下回期的老百姓日常吃东西 我们就想知道你们平常吃什么 对对对 他还觉得是我们有意见了 春卷吗 不是春卷 哎 大春卷 我要先介绍这个名 这不是这么厚 我们刚才那是三个洞池 组成的 这是三个名词组成的 哪三个名词 咱们有一个动词没有 脚 饼 铜 三个都是名词 脚饼铜 三个名词 脚子和饼组成的铜 对你服服 对对对对 他就是名词 我太服了 我觉得 接下来会 升级的 你知道吗 这个我没吃过 对对对 里面还包着粉 我跟你说 其实我们天天的老百姓 固年的时候 过年吃 家家户 都是吃这个 有点那些春卷的感觉 对吧 但是春卷没有这么大的 这个蛮厉害 没有这么大名的感情 知道吗 现在啊 现在已经改小了 改成小版了 我年轻的是这么长的 好 你们是分着吃吧 就是一人吃一个 就拿着这么 就拿着这 小点吃半个 就是我其实是 算大半个北方人吧 就是我们家也经常吃面食 其实我超想 我超级想吃这些 但是我没想到 我的一口气全吃完 所以我觉得特别逗 还不懂口味 我还不懂口味 今天晚上呢 还有一个更土的东西没翻上 我就预计高潮还没到了 来 你有名的 我一起 我一起一起 对对对 进面食 真的有把自己喝醉了 才能盯着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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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 有这么多面食 你说古代的时候 他们移民到这个地方 但这个地方 没有那么多的面食 做麦子啊 我们这里没有水稻田呢 你们这里可以种 为什么没有水稻田呢 天台这个地方水田很少 天台自己这里 都是属于亥地的那些 以前找的时候 我知道有高粮 天台生产高粮 这个东西啊 我们以前是不可能切开来吃的 一整个 你能吃也是一条 你吃不下也一条 也是一条 就是给你一条 不能这样切开来的 我们的麦饼啊 臣妾办不到 你把他藏在往后头 也看得起 我说他藏在往后头 我们吃麦饼吃 你不吃 不吃不行 都务必地吃完 他很斯文 我不要让他放了 他拿碗 是像遮住 一遮不住 你还留下很大一部分 我们都看见了 我们都看见了 没关系 能吃多少 吃多少 不是 我原本计划明天跑5K 这个吃完明天就是10K了 你们没有人 没有主 没有嘉宾了 都在跑了 你不吃 你对得起祖父吗 不错 祖父没让我吃 祖父给我饺子 只有不吃这个 但好快乐 我努力了 我本来是借碳水的 你看 今天我就豁出去了 我的方法是 插进去 这样吃 然后呢 食欲就好一点 是吗 徐老师最爱吃面食了 您为什么会来吃面食呢 天才人 找到原因了 我这次回来 我对我自己多了几层了解 很多移民股的 大部分都移民股 你看 虽然有台州人的硬气 但是时不时地退一步海阔天空 这是不是也是来自北方人的某种硬气呢 它甚至于比北方人还硬 从哪看出来 一个正体型的例子 就是方向鲁 灭三竹 灭吧 灭五竹 灭吧 最后灭到灭九竹 那家伙的儿子孙子看着 而且是先杀他们家的这几族 最后才杀他 他这一千连是上几千人呢 他是天台人呢 天台人啊 就台州式的硬气 他也责善固执 是吧 对 就我们那个县制里头啊 到了我们这里当支线的人 他都必须了解当地的民风 他是天台多山 天台的人老是跟岩石打交道 哎 他是石器属中 石头的石 石器属中 性格钢链 他整个天台山恨不能就是一整块巨大的岩石 他不是碎石头 你想这个人呢老看呢 老跟在这种石头身边 性格也会有点石头气 是吧 对 另外一个呢 天台山的文化还有一个特点 天台的人呢 他很合适单打独斗 哦 团结他也团结的 但他个人能力发挥的很好 比如说 比如说天台人 如果一离开天台 出去就是一条龙 哦 因为他身边就没别人了 就他一个了 就是一条龙 那在天台呆的可能看不出来 哦 但是他跟这方水土是有关系的 一方水土压活一般的 那天台人到底是爱妥协 还是很淡打独斗 是 他们 很强硬 我别的不敢说 我对我父亲的观察就是 他是比较 是比较硬气的 很硬气的 所以首先第一个 再苦 不见人甜 就包括这个许杰先生 知道我父亲很苦了 他的女儿呢 就跟他说 他说 爸爸我们是不是要帮帮范叔叔 许杰说 你不知道他脾气 他不可能受 任何的帮助 那这个是非常符合 我对他的了解 他从小就是这样说 你一般赚一 赚这一百块钱 用九十九块 你就永远是幸福的 你赚了一百零一块 你就是不幸的 就是很严格的遵守这一套 那么他帮过我的叔叔 帮过我的娘娘 他们都做了新时军的官 后来都做了干部在北京 我的大哥哥 去问他们借钱 哎呦 我爸听到是 痛苦是痛苦不得了 我怎么这样的儿子啊 就不能欠别人的 他不一定有道理的 文涛 有时候他的这个决定是错误的 有时候他的这个做法是错误的 天台对我来 我以前从来没来过 我就觉得 他有点鲜 有点鲜 这个山川之灵气 就是变化气质 我觉得中国古人的这个所谓的旅游啊 你看都是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天下第一奇观 在这种地方呢 这个回去之后就能写出不一样的诗 对吧 整个人呢 有所提升 整个人的这个灵气啊 就特别不一样 如果你是一个有性灵的人 你的创意总是与众不同 你的下笔总是不俗 不管你做什么工作 因为你有一种 你有一种灵魂的东西 你像徐霞克 徐霞克游记的开篇 就是天台山 徐霞克那是中国什么地位的旅行家呀 难道他是傻子吗 他是古今No.1的游客 对吧 他 对 穷游十足 你就要注意古往今来的聪明人 天才 是吧 这些个人 他们爱什么 他们注意什么 他们去哪 甚至他们 吃什么 对我自我的进步啊 有好处 这个又得介绍一下啊 豆腐就要好水 如果他出产豆腐表示他一定是水好的地方 这里的水还真好 有豆腐 他是卤水豆腐 不是用石膏那个这么多 城市里头这豆腐都是石膏的 我小时候闻到这个味道 我以为是烧焦了 长大了 我才知道这才叫是好的豆腐才有的味道 这才是豆腐是吧 对 用那个豆腐皮包的肉 豆腐皮包的肉 做这个一个一个 来 对 我给你换 菜也好吃 这一看 都是实在人 家常 家常 太好了 就是家常 没有什么好菜的土菜 你比如说 刚才咱们讲的 寒山诗德说什么 你要是骂我呀 你要是怎么怎么着啊 你要是怎么我该怎么着啊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哎 你看 他自己啊 早晚会玩线了 我呢 现在就是韬光隐晦 但是其实我觉得 寒山诗德有一个前提啊 寒山诗德是 隐士啊 他是抛弃了世间的功利的 是 很多人好像就觉得 这个世间人就是说 他骂我 他怎么着 我就怎么不理他 然后看他那个 如何下场 菩萨 菩萨 你就是骂了菩萨 菩萨也是怜悯你 对吧 可怜悯者 你是 是可怜悯你 不是看你笑话 他是我们在乎的很多东西 他已经不在乎了 他不要啊 甚至于就是说 这个骂我的 这个如我的人 他最后是否会怎样 他最后是不是会 多行不义 避自毙 那根本就不是 他在乎的事情了 不关我的事 还有一种 我还见过一个 就是说这个江南文人 尼赞 尼赞 知道尼赞 尼赞就是说啊 有一个恶霸吧 比如让他画画 尼赞那个人多清高啊 就是说我不给你画画 但是呢 有一天在桥头呢 碰见这个恶霸带着几个 用忍 恶仆 就让他那几个手下 几个马仔 把尼赞揍了一顿 尼赞呢 当时怎么着呢 就 蹲下来捂着脑袋 一声 一声不吭 一声不吭 然后旁边人说 你给人家这么打 你怎么不叫啊 你再说什么 吭一声变俗 就是他会觉得 我跟你有所牵扯 都叫 都浪费了我 都浪费了我 或者都污染了我 或者觉得 他不配跟我去争 我就不想 不想跟你多废话 有各种各样的态度 或者你经常碰面 尝尝这个 这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 糯米蛋糕 那徐老师爱吃 我们 对对对 我是这个粮食 我是饱了 那我在现在的这个 比如说工作环境 或者交友里面 其实该反击是要反击的 就是并不是说 也所谓吃亏是福 其实是可以适当的反击 你捍卫自己的权利 你觉得是可以的 其实就是 中国古人的所有的话呀 都不是绝对的 这个佛学叫内学 它是关于内心的学问 它不是说 让你那个教条的 去复制他对外的 复制他的行为 就是你明白 这个预言故事 那帮助你在自己 比较屈辱的时候呢 容易想得开 它动作的是一个心理 中国古人什么话都说了 好话坏话全都说了 咱们的语言非常丰富 这其实提供的是 你一种心法 但是呢 真正用到实际生活当中 其实像寒山时德 教给我们的就是 第一心理平和 跟人闹了矛盾 首先你要冷静嘛 你平和才能冷静 你平和冷静了呢 剩下的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解决问题 如果反击有助于 最和谐的解决问题 那么就反击 你心理是平和的 然后呢 你就可以冷静地判断 如何用最有效的 这个方式 就是一个解决问题 有那种不小事理的 你就不会跟他吵架 因为这没有 这效率太低 就大家时间非常宝贵 你的这个智慧 就表现在 你如何用最快的时间 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 重要的是 你自己别受伤 你自己别拧抱 你别因此让自己的心 发生了改变跟变化 对 所以我觉得 寒山时德说的根本问题 就是我的心 根本不会因为 你对我的言论 而被你扰动 我的情绪根本 我这情绪根本不受 你对我的评价的扰动 你采取什么方法 你理他还是不理他 都不重要 两个人竞争啊 不是谁成功谁赢了 谁高兴谁赢了 这个是最厉害的 全国 辅教协会会长 纯英长老 2011年的时候 雷貼山 貼山希望成为第五大名胜 但是 转了怎么讲 不用什么第五大名胜 意思啊 什么胜 都不如你们提的胜 嗯 说得好 说得好 好好好 说得好 从真宗教 不能搞商业的 说得好 你看 有宗教文化的地方 这家自然社会 而且不叫商业 这是为了永远心灵向我地方 永远的心灵 就听一下 哎呀 说得太好 你看沈老板讲 真是痛心疾首啊 我这心灵啊 你们都把他们搞成旅游了 好好好 太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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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是我吃的最多的一次 我是 哎 我还说还是订阅人等一下喝酒 对 谢谢 沈溪 不行了 就这个面食就说明了这个啊 中原 使我认识到身上有北方的血痛 当然了 所以为什么咱们喝得来 你就是彻彻底底这里的人了 表面上看上去能放人 其实是 对吧 而且你们也不采 你们也不采米 你们采米是卖的 所以你还是吃米 对吧 证实了这一点 以前没得到这个解释